再来看到宜兰以及苗栗地区的慈离志工 最近分别来到台北参观了环保站以及禁司堂 当地法庆志工热情接待 在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更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六位社区志工坐着轮椅 在台前和来自苗栗的志工们 分享他们做慈禧的快乐 还唱起歌来 台下反而因为感动而不断失泪 在我的心里面激动着久久不如自己 虽然他们六尊菩萨下台了 轮椅从我前面中 我那种真的眼泪就忍不住 除了双和禁司堂也来到内湖环保站 看到环保老菩萨能够安住在当下 人人有事做 而且贡献社会 也感受到社区道场设立的重要性 不精臟来读书会 又还来培训 又还来做环保 真的是我们俩苗栗 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不只是苗栗地区的志工 特地北上学习 宜兰地区的慈禁人 也包车前往万华和卢州敬司堂 参观访问 当地法亲热情接待 每一层楼每一处的转角 甚至是每一面墙 都有人文在 最难得的是 道气和和气 一进门就能感受到 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转角 都有一个师兄姿节在那边 那我感受到那种家的一个气氛 走访置业园区 观摩也学习 要带回社区 带动更多人一同来做善事 大爱新闻 正在美之宫台北综合报道